哈喽各位小伙伴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美丽的东南亚国家 这个东南亚国家是一个群岛之国 它和中国的渊源很深 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叫马来西亚 我作为一名野生动物和历史地理爱好者 这个国家有很多历史地理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关于马来西亚的三十个人之神 在马来西亚有百分之二十个人是华人 福建后裔最多十大多人 华人占到了八个 首富多个年光阳 阳性无不起前理中为 君是华人 审舍心灵为这骨 有的这大处心书 见证万事必须 都死过着一步 从善心灵为这骨 任何人都不可接触 马来西亚人的天赋和费物 大马人认为以色列子人 是对人有侮辱 所以缺悟于师弟的资人 在马来西亚和伊斯兰教徒共餐时 不可劝酒 要避免点猪肉做的菜肴 马来人不喜欢别人问自己的年龄 或问年纪也会被视为不知报 大马人是左手为不解 因此店面握手时一定要用右手 持贴和地东西时也必须用 右手而不能随便用左手 用左手练持身体 再过得不用左手 一定要说声对不起 在马来西亚用膳食会 右手不是弄抓换用 只将换腿会逢走 在大马在今儿用膳食 都要看到韩国少女的大大手 前程往事必处 不过就一户 马下路 路上行灵为遮不 时间繁华梦一处 唯有我可从从未深见尝尝尝尝 空上行灵为遮不 要等舍得住心手 就只要是一户 不过就一户 空上行灵为遮不 时间繁华梦一处 唯有过不足 从未深见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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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有过两米后的血压 马来西亚地主热带 为什么没有明显太阳 为什么会有这种设计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之前的殖民政府的规定 乔举马来西亚的软软 是全球第一次没有到期 就被酒公布获得大熊包 马来西亚有13个州 其中9个有自己的君主 大马连续就从九人一选 为何大马钱叫令吉 大马货币令吉 原自马亚语 当中是此的意思 当时在这里流行的货币 是有此型的西班牙货币 所以此命名 马来西亚的高速公路 可绕地球一圈半 根据一个调查报告显示 马来西亚的高速公路 全部加起来的话 一共有65,877公里 足以绕路 马来西亚有全球最大的路面环岛 在马来西亚的 这个路面环岛只近3.7公里 一共有15个出入口 估计有很多人会在此 马来西亚有全球最大的动势 动势位于登登登的屋 如母国家公园里 这个动势大约可以 增下40幅 717个机 单单是洞穴的整合作用 够融效 过英国炮罗大大堂 可以想象它有这么大 马来西亚有个国家公园 4300平方米 是8个新加坡的大小 这个能力是有能力 三千万大 它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国家公园 实际上最主导的 在 我人之间都成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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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靠近 是造影子 没到能聚集的区域 所以才会 进成闪电的 在大马 电机里是没有四楼的 大部分大楼或者住宅区 电机里面都是没有四号按键的 通常会改为3A 由于地理环境潮世家 实际上 面图排泄的 实际下 就造成了 那里面前的 直升到的 大马 中南亚最新的 桥正中 简称为 第一 成的第二大桥 是中南亚最新的 桥长达 是 其中有 十六 五百五百大 大马 两个国家公园 大马 南亚有 明天都成真正 8月 一百个月 直升到的 一百个月 前後 一百三 十六 一百五百年 一百千两 一百一百 一百一百 万万一千两 一百一百 一百四十五 二百一百 一百千三 一百二百七百七百一百 一百一百 一个 一百一百一百 一百四十六 所以这两个日子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政府在2010年将9月16日念为 拿下日也就是公价 大马市世界遗产名录和常客 在这日元丰富国家共有四个文化遗产 被念入世界遗产名录 分别是两项文化遗产和两项自然遗产 沙劳院母路国家公园遗产 遗产2000年沙巴军纳巴鲁国家公园遗产 遗产2000年马六甲海峡逆史城 马六甲居乔治城文化遗产2008年 银龙骨考古遗址文化遗产2012年 登登登的有奶 登登登是当晚第一辆国产车 但是不知道不是有奶 当时登登登办事 召 activ然系 实际上不rando 没有本人准备了 没变 Minuten 又INGEN 大马国歌的是来源于法国 Nega Rock 源于法国的LaLosa 后来被改变新的 一个首马来的 就是七里 被七里周时干涉 1888年法国第一次 选为七里周一首歌 已经就被说 在1956年时 准备选为马来西亚的国歌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关于马来西亚的一些 有趣的冷知识 其实马来西亚还学美丽的野生动物 我作为一个野生动物爱好者 会是特别感兴趣 我家里有很多关于历史地理 动物理议事件方面的书籍 有机会 我要去马来西亚看看 关于马来西亚的自然来解 马来西亚的各种各样的野生 美丽的美丽的国家 有机会 一定会去马来西亚的美丽的国家 很多 以后会有时间讲解的 以下 以上就是 关于马来西亚的一些有趣的 冷知识 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这些冷知识如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讲述你们对马来西亚的了解 谢谢各位 祝大家生活愉快 谢谢各位观看